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自2017年4月7日悬疑问答 您不是以前开示过某个地方如果在大菩萨 佛菩萨大日子天气很不好是有点贡业的 那如果师父有的地方像我们清明节就是清明时节雨翻翻 但是有的地方清明节阳光明媚 这要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没有什么说法 天时地利人和 每一个水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不对呀 你说苏州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的 他出来的讲话声音都特别柔软 对不对呀 这个实际上是水土的问题 所以清明时节雨纷纷讲的是人的心情 并不是讲真正的下雨 那你说那你说圣诞节的时候 这西方的国家都是大雪分配啊 澳大利亚是夏天的 热的那个样子很多人还假装弄点雪花 二 为何清明节不过阴历过阳历 选自2014年4月11日悬疑问答 中国的那些春节啊 都是24节都是按阴历来的 那为什么清明节它偏偏按阳历来呢 按你说清明节是下面的鬼节 更应该按阴历来才对呀 实际上清明节它在很早很早的时候 也是按阴历的 因为随着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假日 共同的要定一个共同的时间 那么用阳历的时间来算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明白吗 有的时候阳间的改动 阴间也会改动的 三 清明和冬至 是否因南北半球季节不同而有差别 选自2019年11月29日悬疑问答 同样就是清明和冬至 是不是就是如果天气暖和的时候 就会比那个冬天的那个时候好一点啊 就比如说南半球 就清明更远 一样 一样 它是讲节气的 不是说你天气 又不是天气预报了 四 清明节的日期每年不同 有什么含义 选自2013年5月26日悬疑问答 一般清明节不是4月5号吗 那些今年是4月4号这里面有什么有什么玄妙 没有 这是节气 节气的变化它会有时间不停地调整的 五 清明节在人间多违寄托怀念 学佛人宜多念小房子 选自2015年4月5日悬疑问答 今天呢是2015年4月5号 那么就是我们传统的清明节了 那么清明节当中呢 清明世界雨纷纷啊 很多的怀念 很多的思念 按照人间来讲是这样 但是呢 按照我们学佛人呢 就是要多多的烧小房子 多多的给他们加持超度他们 所以呢 在家里呢 很多人呢 是既亡灵 既祖宗的 那么我们呢 先学佛的人呢 就是要多念经 多多念经 给他们加持 六 清明节端午节是祭奠日 只能护送安康 选自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165 问 请问有这样的说法吗 切记 不要祝他人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和清明节都是祭奠日 普及点知识 端午节不能互助快乐的 最多互助端午安康 因为端午节是个祭祀节日 这天 吴子叙投钱塘江 曹娥旧父投曹娥江 大文豪屈原投蜜罗水 五月初五是独日 是个悲壮的日子 是祭祀日子 要知道了 不是所有节日都给互助快乐 如清明节端午节只能护送安康 答 过去好几个朝代都崇尚不要讲 的确每个节日不同 就算母亲节 如果你冲着一个男人说母亲节愉快 合适吗 要什么节日讲什么话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有时候可以说节日愉快 也不要说什么节日 祝大家节日快乐一点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大家说端午节愉快就有点不如法 不能说是投江愉快 谁会说清明节愉快呢 现在他这个说法是如理如法的 还要留下来 第二个节目 是什么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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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点节目 是什么节目